嗨,我是海妈 最近在看一本书呢 讲述说原意疗法 中间最有意义的一段呢 叫做是采摘 什么采摘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 大了不断的持续的分泌多巴胺 那就是采摘草莓 最愉悦的不过于自己摘种草莓 并且采摘 你看这个草莓 小草莓已经出来了 这边小草莓还在接 像这样的草莓 红颜 是我测试过草莓里面 觉得是最值得采种的一个品种 因为它酸酸甜甜的 可口度高 而且呢成功率高 叶子大并还少 另外一个点的话 我觉得采种草莓的最重要的是 培养娃娃的一个观察能力 你可以让它把这一个特资 埋一根在土里面 或者压一条 压在一个盘里面 这个地方就会长根出来 然后让这个长根出来的 这一颗草莓慢慢变大 直到开花 并且接触了一个草莓 这一个过程 对于孩子来说 比什么手机平板宝贵太多 剪下来 这一个坨坨上面 一种就是一颗 一种就是一颗 所以买一颗得十几颗 我们实际上正常栽种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直接掐了的 不让它耗掉妈妈的营养 要把营养积蓄在果子上的 好了 关注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 拜拜